96. 蘋果日報 手機內地上網6分鐘虎收萬8元帳單以原速監管數據費上限 2015年7月4日要問A06本報信 市民外郵須慎防震撼帳單 蘋果於過去一個月不斷收到市民對手機萬郵數據收費的投訴 當中四宗個案分別涉2700至18000元不等 有女市主在內地接駁酒店Wi-Fi 即先後收到三個短訊 指其手機使用萬郵數據上網 費用高達18000多元 奇怪的是其中近9000元市在數據服務已被暫停的情況下續收 市主指萬郵數據天價收費不公平 有立法會議員倡訪校歐盟監管萬郵數據費上限 以保障消費者、機者、彭碧山陳特號今年1月13日 女府主因公幹抵達觀蘭湖酒店 在近正52時他把手機搏上酒店房間的免費Wi-Fi 然後用WhatsApp及查看電郵 他亦述在11時52分收到提醒短訊 指折至11時52分 數據萬郵費以達499元 他稱指當時大夜沒想心 因他深信自己只接駁了Wi-Fi 也從沒想到原來自己正使用昂貴的萬郵數據 市主稱數據暫停營計錢結果至12時18分 他收到萬元警告短訊 短訊指他直至11時54分 數據萬郵用量為9800元 因此你的數據服務已暫停他震驚之餘 見到短訊聲稱數據已停止 原以為已止血 起了數分鐘後另一短訊卻存來 清至至11時57分 你的數據萬郵量費用已達18,050元 換言之 在萬郵數據宣布已停止的3分鐘後 電訊相應再多收他的8250元萬郵數據費 市主不滿兩個遲來的收費警告短訊 遲了如20分鐘才發給他 害他獲W18000元的債 我好驚訝 就算我真是用過萬郵數據 都無理由6分鐘就收18000元 約125MB數據 他不服收費回港後多番投訴無果 他其後參加當局的調解服務 最後已籍扣付款 但他對無辜損失始終已難評 卻撫於和解協定不能公開電訊箱名稱 收費標準高歐盟70倍 市主租與指示震撼 單問題冰山一角 通訊局指去年萬郵數據投訴激增5成至232宗 本部統計發現 本港四大電訊箱的萬郵數據收費 一般高達每MB數據120至140元 比有法例保障國民 限制萬郵收費不能高於每MB數據1.7港元的歐盟 高出於70倍 故港人若旅行事不小心以萬郵數據下載一幅4MB圖片 或100M高清影片 收費分別至少要480元及1.2萬元 金額驚人 電腦保安專家賴卓東稱 電信商海外萬郵上網日費計劃價錢既然可低至200元 沒理由向非日費計劃客戶收這魔貴的數據費 這時太昂貴及不合理 立法會議員莫乃光認為 應考慮仿效歐盟為萬郵數據收費設上限 以保障消費者及減少出現震撼張單 但通訊局回應指現無須規定電信商 設立數據容量上限 因擔心者反會令用戶不便 由於430元 完成了 質疑 s 感谢观看